他画过几千幅农民肖像和上万张塑写 他笔下的毛主席形象生动传神 著名画家刘文希 2017年仲夏 中央电视台人物栏目傅西安 去拍摄一位善话人物的画家 他就是刘文希 一开始设置组就遇到了少有的状况 被拍摄人物对如何拍摄自己 提出了明确的想法 这个可能你们不赞成了 不是 我是习惯亮 你看我家里全是白墙 不能花的 敞亮一点 这太黑了 太黑了花 找出来光这个头亮 有一层闷 不要太黑 好了 这种暗背景的曝光方式会使观众更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到拍摄主体上 但刘文希偏爱明亮的自然光 一位画家特别是上画人物的眼光 使他坚持自己的主张 自然光 静头不要直 不要直造了 因为直造了以后 没动态 所以你坐在这边 我这样稍微吹起来 看到你 不要直得 要这样稍微 这样不止有点动感 你太平了你看 是吧 太直吧 像说话一样 太直白了 啥都说完了 别人没想到 这样的 身体操作 脸操作 这个地方就有精神 刘文希在审美上的这种坚持 源于他几十年来 深入陕北地区所画的几万张人物肖像素鞋 他认为摄影构图 照明和绘画艺术 道理都是相通的 已经80多岁的刘文希 虽然行动有些不便 但依旧思维敏捷 个性十足 标志性的帽子 永远一身白色或灰色的衬衫和中山装 都是他在中国画家里独树一帜 与衣桌简朴反差极大的 是刘文希精神世界的富足 因为他拥有一个数量巨大的 陕北农民形象的创作宝库 这使他的一系列作品 能够把黄土地的风土人情 精准而喜恋的表现出来 形成一种稳健 凝重 强悍的画风 这是刘文希的代表作之一 祖孙四代 画中以纪念碑式的群像手法 富有雕塑感的排列 呈现了陕北 祖孙四代人 在艰苦的环境中 热爱土地 热爱劳动 有坚忍乐观的旺盛生命力 刘文希充分发挥 笔墨的表现力 和惊人的典型细节刻画能力 人物肤色 老中轻嫩的对比 粗碗 烟袋 毛巾之类 陕北民俗的象征 尤其是画面左下角 微露的拖拉机 和刚刚翻起的土地 点名了社会主义农业机械化的 时代特征 这一切都是这幅画成为中国人物化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之作 刘文希艺术创作中浓厚的陕北气息 使他成为中国黄土画派的开创者 黄土画派实际上就是刘文希画派 对作品来说 有好的主题思想 有好的形象 有严格的造型 然后才是有好的笔墨 技法 这是他的传说思想 而他的传奇还在于 即使不知道他名字的国人 也都早已熟悉他的一幅作品 那么刘文希传奇背后的真实人生 又是什么呢 这是一张拍摄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照片 著名画家潘天寿身旁 站立着两个面容上写满自信的矮格子学生 男的戴姐放帽 女的扎两条长辫 仿佛潘天寿是千红线的岳下老人 而被拴住的就是刘文希和他后来的妻子 成光剑 我把保密账我们就这样没有考虑 去重做了 我们两个都是矮格 一个他坐在这 我坐在这 那时也没想 好像要传人 当时见了他 后后中间查进来的 新来了一个农村的同学 说他没学过画 恐怕是骗我们的吧 画得那么好 好像是这种意思 实际上他是没学过 他有自学的 少年时期的刘文希 并没有受过正规的美术培训 只是临摹过戒子园画谱 老师看他有天分 就让他为学校画一些宣传画 1949年10月初 刘文希的老家浙江盛县 举行欢庆新中国成立大会 台上悬挂的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巨幅画像 就是从盛县中学里搬来的 人群中的刘文希兴奋不已 因为他的作品第一次出现在了如此隆重的场合 除此以外 还有一件事也使刘文希对画画产生了巨大的热情 有一个美术老师讲世界上最大的画家 叫达文希 达文希 也叫文希 那个是范养也叫文希 怎么给我聪明了 他是达文希 我留文希 我说那么有成就的画家 给我聪明了 给我感觉也很特别 从上海育才学校到浙江美术学院 刘文希遇到了潘天寿 李克燃等国画大师 也遇到了后来的妻子陈光剑 一个出生在山林水秀的江南的少年 却在毕业之际因为一次黄土高原之行 而彻底改变了他的艺术道路与人生方向 中国的黄土高原 是地球上分布最集中 面积最大的黄土地区 艰苦的自然环境 造就了在这里繁衍生息的人们 拥有乐观坚毅淳术朴的性格 这种性格又形成了有黑面容上 如黄土沟壳般深刻的皱纹 这种典型的陕北老汉形象 对出到这里的刘文希触动是巨大的 再加上他对毛主席在陕北期间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非常崇拜 这个江南少年一下子被陕北的风土人情迷住了 他要马上开始创作 但是在洞笔以前 刘文希先要做一件事情 延安那个环境里 处处都有毛主席的气息 特别五几年代 那个地理地貌和主席在的时候 还是比较接近的 大部分都是黄土坡 这个窑洞 有些历史照片 像杨家林 主席不是在那插着腰 在给几个农民 一个大岩石 在那讲话 那么讲什么呢 他就访问 对他讲这个照片上的几个农民 那时候还在 这两个人呢 我访问了 说毛主席为啥笑 讲到什么呢 毛主席给他们姓杨嘛 你们是杨乐龙的后代啊 大家都高兴了笑 这个在哪个地方 哪块石头为北京 我都要找到 有一次我在杨家里 眼后变变缓缓了 刚好有个老汉干一群羊 我说 在这个毛主席看到 肯定要聊天了 要谈了 创作的激情就这样被点燃 刘温熙的成名作 毛主席与牧羊人就此诞生 画面中 牧羊老汉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 在主席面前敞开心扉 而主席面带微笑 神情专注的倾听 怎么表现这个图义的 这就是这个细节 他就说明这个问题 就是那个 主席拿的烟 那个烟灰都很长了 甚至快烧到手上了 他都不觉得这个什么 他还专心的 支支地跟那个老龙谈话 这就是他这个山水 这个人物画 他这个刻画的 这个人物性格的时候 他表现一个细节 通过这个细节 点了一个主题 这幅毕业作品 在浙江美院展出时 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院长潘天寿欣然提词 延安之臣 从此 把毛主席的形象 尽善尽美地表现出来 成为了刘文熙 一生追求的创作主题 他拿着速写本 像拍摄人物纪录片一样 追随着主席 在陕北的足迹 主席的每一张照片 刘文熙都会找到 当时的拍摄地去走访 尽量还原当时的情景 在延安深入生活的时候 只要发现有主席的历史照片 不同的地方挂的 都有主席的照片 资料很丰富的 他都会马上把他抓下来 记录在自己的书写本里 带回家里去 所以他对主席的神态 气质 动作 一切的了解 他是非常细致的 到位的 因为他从来不放过 只要有资料在他眼里放过 他都要把他抓住下来 这才画着主席的各种动态 因为难怪挤鼻 一天一看就是毛泽石 比如说对主席的这种刻画 手指头 这个手上 平常怎么拿的烟 他都要去找 找一棺图片 一棺资料 去考证 那么主席在讲话的中间 最喜欢什么动作 是拼一下头 还是歪着 还是扬着头 这都要是拿图片去考证 或者是找原来见过主席的人 去了解 我说的这一部分 就是要主题性创作 那么主题创作 它就不是画的 咱们当时说 像速写这些画的 那么随意 它是个严谨 正是出于这种 精益求精的态度 刘文希创作了 一系列传神的作品 特别是1962年的 同欢共乐 采用了公笔仲彩的手法 他获得当年 全国的年画一等奖 早在毛主席 与牧羊人大获成功之时 叶剑英元帅 在解放军报上 也看得了这幅作品 他到延安时 称赞刘文希画的像 刘文希也寄此机会 表达了自己的一个愿望 我想接受毛主席 但是我当时知道怎么画 那毛主席也没老了 我也没长大 我无所谓 你可以去 要求去见 接下来我画的可能更好 谁知 这个愿望最终成为了 刘文希终身的遗憾 他没有见到毛主席本人 但是陕北的风土人情 始终吸引着这位江南的学子 让他的笔下 涉及更广泛的人民群众 那些祖祖辈辈 生活在黄土高原上的老乡 于是 刘文希开始走遍陕北所有的县城 漫天黄沙中 他坐着大卡车 拿行李当座位 一路颠簸 人和车经常浑然一色 只有两只眼珠还在转动 刘文希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 用他自己的话说 自己不是游离于乡亲们之外的看客 而是长辈的儿子 同辈的朋友和孩子们的叔叔 腰骨 窗花 民歌 陕北人的热情粗广与坚韧不拔 在刘文希的笔下 画成了一个个富有感染力的作品 他在生活当中发现一个对象 就很感兴趣 就是说是 你晚上有空了 到我窑洞来 我们给你写生画个像 那个老汉听说要画他 就把衣服穿得非常新 原来看他在生活里面很自然的 很有生活积极 穿得很新 很干净 那胡子刮得光溜溜的没了 原来那胡子擦擦的没了 头发也弄得很 他是好像照相馆 进照相馆的 就刘文希大事说 失去了本来的陕北味 这可不是刘文希想要的 对于典型的人物形象 刘文希寻找起来是不遗余力的 这张照片是他在为陕北老红军 扬成路画像 最早这一代还流行着 画画会把人的魂画走的说法 林文希软磨硬炮 带出一个心仪的对象 就绝不放过 后来 这位老汉的形象 成为了林文希的代表作之一 祖宣四代的人物原型 创作另一幅作品 在毛主席身边时 林文希这次要找的模特 是一位小女孩 就选了这个五岁的这个远民 就画创作的时候 就把那个树长 用到那个创作里面 在毛主席身边的时候 有个娃娃在前面围着一圈 有我这些都是五六岁的娃娃 那于其中有个女娃娃 把头回过来 那回过头来了就是远民 因为她这个形象特别可爱 后来就这样认识了 认识了她就老记住这个女孩 每次到二十里铺来 她就到她家里去看望她 她要载我就画她 画了好几遍 十二岁也戴个红领镜 这个娃娃很有三本味 所以后来她家给 这个同穿一个煤矿 我还跑到煤矿去看她 从五岁开始 刘文希就给她画像 每隔十几年画一张 这些画记录了一位 陕北女人样貌的变化 也成为了她人生中 独特而珍贵的一份礼物 这张相就是最早刘老师 就是八几年 那张相到我家来了 这过年整月了 我就给拿着抓的花色给吃了 这张相都是刘老师 这是陈老师 陈老师也可好了 陈老师对人也可好了 跟我在一块照顾下 每次来了都要来看她 曾经不是她给画过的那些老汉 每家每户都去 去了就我手 求求求的我手 温寒温暖的 因为就是前几年去了 看我们从那个老子说 路来得很 他就刘老师就给了四十万 就把这路修好 命运也似乎要给刘文希 一份补偿 1997年 经中央美院推荐 刘文希成为了 第五套人民币 毛主席头像的作者之一 面对这样一个难得的机遇 刘文希一开始 竟然不愿接受 最早文希跟我说 她还不太愿意画 她觉得因为啥 现在画那个形象 那个照片 是政协会上 某一张照片一个角度 拿了那个照片 这照片中央已经通过了 你就不能否定了 就按这个照片 画在人民币上 但是文希一看 还不是太中她的感觉 那个照片还不算太典型 因为三公子 把那个精神面貌削弱了一点 就是政协 大概第一阶政协 可能有下观照 而且这个照片 给过了 全家都修过了 最终 刘文希坚持要导 这张照片未修过的原版 才开始动笔 经过很少的修改 这幅素描作品 就成为了今天 人民币上主席头像的原稿 画稿定了 北京 上海 西安等 十个城市的银钞厂 就开始雕刻铜板 然而 不管怎样打乱顺序 让刘文希来挑选 她都能一眼分辨出 哪个是最接近原稿的 哪怕眼睛有那么一丝一毫的 重一点 轻一点 大一点 小一点 文希都能插解出来 因为她的素描 素描功夫是非常精准的 一般人看不出来 旧版一百元上的主席头像 是刘文希认为最接近自己原稿的 出自上海印钞厂雕刻的铜板 而其他壁纸包括新版一百元上的主席头像 则采用了其他厂的刻板 刘文希的这幅作品真可谓家喻户晓了 很多人说西安美术学院 西安美术学院 刘文希就是人民币毛鲁星像的作者 就这一句话对我就是很大的鼓励 这里是西安美术学院 从浙江毕业后 刘文希就来到了这里 从教师到院长 他把大部分的精力 都奉献给了这里的老师和同学 这是刘文希又一次率领黄土画派 到陕北来采风了 一到这里 他那年迈多病的身躯 仿佛又焕发了青春的活力 我第一次认识刘老师 就是他穿一身灰色的中山装 拿了一个很小的照相机 关键是他不在我们队伍里面 他就在拿着相机在那拍照 关键是他一会儿站起来了 一会儿坐下了 一会儿趴下了 一会儿就在那个泥土里滚 就是用各种各样的姿势 去拍他所需要的一些镜头吧 采风山的结构是石头结构 这个煮风吧 这个煮风 就有那个味道 山边就找不到 近几年来 刘文希外出采风血生的地点 从黄统高原来到了平原 雪山甚至大海 画的内容也开始以风景为主 这种转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我老了嘛 老了 画人物是 一定要带在那里给人熟悉 是吧 像山边吧 我带在那 就要画 了解 这个山 你就靠 靠那个 直观 人也是 光直观还不行 还要了解他的思想 他的气质 他的内心世界 所以人物负责 现在的刘文希 试图用一笔笔画 一张张速写 来留住时间的飞逝 这也许是难以实现的 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 在旁人眼中 刘文希却保持着 一成不变的 灰制服 解放帽的形象 这也成为了画家刘文希 特立独行的标签 他不在乎 他肯定会听到这些 但是他也无所谓 他是按自己的个性 按自己的爱好 来对待这些问题 他不受别人的影响 就是他喜欢 当时延安时期 八路军那种灰色服装 有些人以为 说这刘老师来回 都是这一件两件衣服 成光剑也不给他 多买几件衣服 他就是喜欢这一件衣服 其他衣服不愿意 另外他原来也有个癖好 就是刚是崭新的衣服给他 他都不穿 他还柔了 穿得比较自然的感觉 他觉得还好 我这个人 是我们的江陈仙人 陈仙人唱月节是软的 但陈仙人性格很明确 他人定一个好东西 他就不放 这是刘温熙 从2005年开始创作的巨幅长卷 黄土地的主人 画高2.1米 长100米 计划用十年完成 由于他长期住院 到今年2017年 这幅画才终于进入尾声 画中陕北的男女老少 黄土地的春夏秋冬 与刘温熙相识了半个多世纪 在他心中 这是自己献给这片土地的 一份最珍贵的礼物 由于这次来十年的 坐下达谷 你和我一角 你和欣客眼睁